週三 總統川普在白宮與到訪的加州各縣市 反對庇護州法案的官員會面 他讚揚這些縣市勇敢地和聯邦站在一起 反對加州政府違反憲法 而採取的庇護非法移民的政策 5月16日 近期發起反對庇護州 表態參與或支持聯邦起訴加州政府的縣市官員代表 在白宮與總統舉行圓桌會談 川普感謝與會官員遵從民意 勇敢抵禦加州不符合憲法的庇護州法 同時呼籲司法部長塞森斯 起訴支持庇護政策的灣區奧克蘭市長薛麗比 我推薦你去看法庇護州的法庇護州 她指出千萬人 川普當選總統後 加州通過了庇護州法律 要求地方政府不得與聯邦移民執法部門配合 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泄露非法移民罪犯的信息 從今年3月開始 南加州先後有9個縣和35個城市 加入聯邦的訴訟或表態反對庇護州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一回合 我們 雖然分別 雖然分別